新闻来源 中国新闻周刊 据中国新闻周刊6月16日报道 复旦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姚依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有同行看到江平提交的答卷 评价是用词精准 表达流畅 Latex 一种学术界通用的数学排版软件 使用熟练 如果不讨论数学水平 只看答卷水平 可以保守地说 国内95%的数学专业的学生 在规定时间内是写不出那样一份答卷的 江平考621分上的是中专 校方她更爱服装设计 6月13日 阿里巴巴全球数学竞赛公布决赛入围名单 前30名入围选手 多来自剑桥 北大 清华 麻生理工等名校 就读于江苏省连水中等专业学校的女生江平 闯入全球12强 这是个什么概念 阿里巴巴全球数学竞赛始办于2018年 比赛不设报名门槛 赛题趣味性强 已累计吸引25万人次参赛 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在线数学竞赛 今年的阿里数赛预选题最后入围分数是45分 在历届的阿里数赛里难度不低 没有满分选手 因此江平的93分 全球排名第12名已经非常高了 可能有人不知道12名是什么实力 那么参考第13名战绩 刘奔 山东大学泰山学堂 2016级数学取向毕业生 2018年获得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决赛一等奖 2019年获得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高年级组一等奖 第十届秋成童大学生数学竞赛中摘得一金两银 第九届秋成童大学生数学竞赛中获一银两铜 毕业后前往巴黎高等师范大学数学系深造 现在是中科院博士 江平刷屏的背后 网上冒出不少 对他考了621分 为何上中专原因的猜测 对此 江苏连水中专党委书记回应介绍 江平的成绩能够达到当地普通高中的录取分数线 之所以选择连水中专 据他本人讲 原因之一是当时他的姐姐 以及两个要好的同学都在这所学校就读 另外 就是江平对服装专业比较感兴趣 认为这里对自己的兴趣 爱好发展发挥更有利 在江平眼里 数学无处不在 学习服装要画的时装画和制图 衣服的制作和裁剪 在他看来都跟数学有关 比如 他最喜欢 也最擅长篇微分方程PDE 就跟服装设计的画图有相通之处 他们的对称性太美了 在服装作画的时候 突然冒出来的设计灵感 有时候来自数学 在数学和服装之间 江平子贤接受采访时曾说 自己更热爱服装 如果学习服装设计是我的Plan A 那探索数学世界便是我的Plan B 希望我的Plan B也能被看见 他说 希望未来能进入浙江的一所大学 进修服装设计 无论未来选择哪条路 这两者都会继续在他的生活中 占据重要位置 数学老师呼吁别贴天才少女标签 让他静心备战决赛 17岁的江平 在江苏连水中专学的是服装设计专业 他这次取得数学比赛好成绩 学历背景与其数学能力 形成极大反差 因此引发热议 很多网友把点赞送给了挖掘他的数学老师王润秋 因为王老师本人也是一位数学高手 他2022年拿到江苏大学数学科学院博士学位后 入职江平所在的小县城的普通中专 已参加了三届阿里巴巴全球数学竞赛 2022年预赛166名 2023年预赛432名 今年预赛125名 江平是王润秋代的第一届学生 第一次月考数学成绩遥遥领先的江平 便引起了他的注意 王润秋说 当时150分的数学卷子 江平能考到130至140多分 而班里排在第二位的同学 只能考到五六十分 江平断崖是遥遥领先 为了充分挖掘江平的潜力 王润秋开始为他提供个性化的辅导 他向江平推荐了高等数学数学分析 在研究多元微积分的过程中 江平又研究起了片微分方程 片微分方程通常用于描述多个自别量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 从推荐高等数学的经典著作 到引导他解决复杂的数学问题 他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在王润秋的悉心指导下 江平的数学能力得到了飞速提升 昨日王润秋表示 希望大家少给江平贴一些天才少女这些标签 他22号即将参加决赛 应该还给他一个比较安静的环境 让他去更好的准备决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